好 哈囉 培安大哥你好 來 非常開心我們楊培安來到我們海中隊一個地方 為大家進行非常重要的就是發行新專輯 對 它叫做 Dose Years 對 然後現場呢 剛才培安有問過有買專輯的拿出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舉高舉高舉高 我在這邊一定要呼籲大家 如果現場剛剛見得到我唱歌的人 對 每個人都去買一張的話 我下一周應該又會是台灣盟冠軍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唱片多難賣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 而且這次是我們培安大哥第一次擔任專輯製作人 對 所以你對這張唱片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雖然現場有很多暗語 所以你都知道這張專輯它的創作由來 但下次請培安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實會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在我06年發第一張專輯有機會當歌手的時候 我就在想 如果我有幸繼續當歌手繼續發片的話 我的階段性的夢想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在發片前的楊培安曾經在POP唱十二三年 那在更早我還沒有當兵前 我曾經玩了學生樂團大概有差不多四五年五六年的時間 這段樂團的生涯影響我很多 所以其實當大家因為我相信認識楊培安之前的二十幾年 楊培安就在唱歌 而且深受很多西洋搖滾樂團或者是個人的影響 所以很開心的終於在今年我的上面公司的支持 加上公視英文萬歲製作單位的合作跟邀約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夢想付出實行 而且是用同步錄音錄影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不管是CD還是DVD 都給大家現場最直接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楊培安大哥你是現場然後Live然後錄音所完成的這張新專輯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們培安大哥的歌唱實力之外 當然也代表了他很多的青春歲月 所以剛才聽到這首歌永遠不回頭 我想現場有很多的朋友都很有共鳴對不對 有點小聲對不對 對 好所以這首歌曲啊對於培安大哥來說 你覺得它是代表於什麼 我覺得對我來講 在我當時還在就是當學生的時候 17到21歲玩學生樂團的時候 當我曾經在西洋搖滾樂的時候 這首歌讓我知道 我們其實花語歌團也可以有屬於自己的搖滾樂 是沒有錯 所以對我的印象跟影響是非常的深 對對對而且在現場我們剛才在訪問很多人 其實大家都看過這部電影啦 就是齊癖啦 才太經典了 好那麼緊接著呢 大家是不是還想再聽楊培安唱歌 對 欸你們都有點弱欸 是的話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 所以呢我們要把好歌還有好歌聲 介紹給大家緊接著楊培安大哥要帶來的歌曲是 這首歌可以當成我當時玩學生樂團的寫照 那應對到現在 其實他也在描寫我一路上音樂走來的故事 這首歌是翻唱是那個 Briant's Summer of 69 歌詞裡面描寫的其實就是 當年他也在組學生樂團 他也不知道之後他有機會可以成為一個世界之名的歌手 但是他回顧當時的日子 過得非常開心 當年跟他一起玩團的一些人 可能後來都不玩音樂了 結婚的結婚 改行的改行 就像我當年的寫照一樣 我23年前組學生樂團 現在我有很多當年跟我組團來團圓 可能也不再從事音樂的行業 所以我希望收穫在這張專輯裡面 用我自己新生的體驗 然後用我自己的方式 再把這首歌 呈現給所有喜歡聽西洋歌曲的朋友 好緊接著我們就以熱點的獎項來歡迎楊培安所帶來的這首歌曲 歡迎楊培安大哥